芙蓉巴萨楼下卖菜 楼上卖美食 蔬菜区 豆角南瓜 苦瓜马蹄花菜 鱼巴萨 各种新鲜的海鱼 价格也非常的不错 凉油摊铺 一串串的商品 刮在门上卖 还有火蒜 第一次见 竟来自于中国 牛腩粉 鸡饭 老鼠粉 一样来一份 吃饱喝足 走 继续逛芙蓉 我是Sherry 我们现在在马兰西亚芙蓉 记得先订阅关注下哟 嗨 时间那么大 现在我们是在马兰西亚的芙蓉 芙蓉巴萨 确实看这个楼还是蛮大的 我们今天就逛一逛 听说芙蓉巴萨里面美食也很多 等一下去吃一吃 一进来就是卖蔬菜的 菜心菜心蔬菜 这个是那个小南瓜 这个是马蹄 马蹄 对 马蹄 这个花菜好贵 卖的 这四季豆 都臭豆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蔬菜有一点点的贵 有一点修真了 你看这个四季豆 三块五 你看也有这种蔬菜 小袋小袋的卖 两码币 这个两码币 应该划算一些吧 这么大一盆 花菜卖的有点贵 好 上面就是鱼巴萨 鱼巴萨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汉 这个叫毛汉还是雪汉还是泥汉 反正就是汉 鹰嘴鱼 这个菜市场里面估计只有我们两个是游客吧 还来拍 感觉都是本地人 都是本地人 其实它这个鱼的话 其实没有沙巴和沙乐月 没有东马的便宜 但是盛寨它也是比较新鲜的 这个鱼好18马币一份 这个鱼 这个应该也是海鱼的一种吧 那上面有鱼 这个鱼它是没有鱼的 我有 怪他 它的鱼拿报纸包着的吗 好 那怎么办 没有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哪来啊 中国 东莞来啊 不是啊 不 重庆 重庆 对 他问中国哪里 我说重庆 他说东莞 刚来啊 对 来拍一拍 来看一看 很漂亮 哥哥在这边 好 你们好 螃蟹18一kilo 但是它都是死掉的 重的 这个大石斑好 这么大的石斑 一公斤三十 这边很多 这个小鱼 14马币 哇 这个罗壳也 好大 一盘10马币 一盘8马币 哇 这个划算 哦呦妈呀 不得了 不得了 太多了 又想吃了 这个虽然说死掉了 但是它比较大一点 那里还有鲨鱼 才卖16亿斤 这个是什么 鱼蛋吗 鱼蛋 随便看一看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是游客 我们来了之后也没法买 然后人家以为我们是本地人 来了嘛 肯定是要买东西的嘛 我就特别的热情给我们介绍 它是脆口的 很好吃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们又不买 又觉得很尴尬 所有的菜市场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鱼蛋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鱼的 特别是海鲜的这些鱼类 贝类 虾类 而且在这边的话 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相对于国内来说 但是对于沙巴沙捞月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高 但是好在呢 就是它的品质还可以 比较新鲜 还是不错的 没有办法买呀 那我们就走吧 鱼的这个区域旁边呢 就是卖一些配料的 佐料啊 还有什么豆腐皮啊 还有面类各种的调料 在这个部分 这一个板块的话 就可以买得到 还有干辣椒无辣不荒吗 是不是 还是比较复古的 这种老店面啊 门口就挂着一串一串 一袋一袋的 很有生活的味道 鸡架摆一排 第一次见到鸡架单独摆一排 然后来这样卖的 乌鸡 逛一逛逛一逛 逛一逛逛一逛 当这一块呢 感觉还是以鸡肉为主 羊肉为腐 牛肉呢 就要稍对于少一点了 这个是佐料 卖很多佐料 各种各样的佐料 这边也是 我们走一走吧 这个就是卖各种的杂粮 走啊 这个还有凉茶 还卖凉茶的肉骨茶 8块8 其实我觉得肉骨茶的 那个佐料的话 其实并不便宜啊 算人民币算下来的话 15块钱一袋了 哦是吧 难来是这样呢 这个大蒜为什么是黑的呢 黑的是火蒜 火蒜 烧过的 烧过的吗 熏过的 熏过的 它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它就比较香 比较香哦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 对对对 普通的很多 这个吗 中国来的 中国哪里来的 没有看到过呢 没有看到过 没有看到过 哦 火蒜 火蒜 火蒜嘛 这样的 哦 哦 它可能 我们是重庆的 重庆的 这个就是洋葱 但是这种它不是大蒜 不是 它一个 虫多小 虫的 哦 这个是那个蒜 对我最开始看这个 我以为是大蒜 不是 蒜的 这个也有秋过的 这个是印度的 哦 这个是印度的吗 这个印度的也有 泰国的也有 印尼的也有 那OK 干货去我们逛完了 接下来的话 肯定要去一下美食去了 毕竟现在9点多钟了 都还没有吃饭 好 上到二楼了 一上来的话 这里是卖衣服的 旁边有卖鸡蛋的 那边有一个两个 这个鱼室鱼摊 穿过这个鲜花的区域 对面的话 就看到那边应该很多吃的 来这边就是卖水果的 水果区 但是不多 卖水果的也就这么几家 哇 这边我喜欢 你看这个音乐响起来了 就可以吃东西了 好我们先去找新鲁鸡牛腩粉 和芙蓉烧包 这边有什么杂肉面 海南鸡饭 这里有卖包 这是维基百科里面 然后都推荐的 芙蓉烧包 新鲁鸡牛腩粉 好这一个 我要一个牛腩粉 要汤的 要一个小的 就可以 牛腩粉小的汤的地方 对 你是带走的还是 在这里吃 你坐在哪里 我坐哪里 我就坐这里吧 上来 牛腩粉 好来看一下 宋钱 哦宋钱 不好意思 牛腩粉 九马饼一份 来看一下有些什么呢 有牛肚 这个也是牛肚 这个是不一样的牛肚 这是牛肉 牛肉 先喝一口汤 藏命又健康 嗯鲜 鲜 牛肚 特别怕 嚼得动 不塞牙 弹牙的 嗯 这个粉鲜很好吃 吃起来就不是那种 胶质感很强的 就很明显就是用那个米做的 弹牙的 糯糯的 特别的软 软弹 软弹的 这是那种标准的福建广东美粉 轻轻淡淡的 不会出太大问题 还蛮好吃的 那个 红汽海南鸡饭 看起来档口比较大一点 人气也比较旺一点 那就普通鸡饭吧 对 才六块 要一个鸡饭 大包吃 在这吃 OK要吃 白的 白的卖完了 白的卖完了吗 烧鸡饭了 只是烧鸡的 对白的 价格是一样的吗 这个一样的 都是六块 对 那就要翅膀 翅膀 OK好的坐 好 这边卤 那我就来一个这个 正宗亚地老鼠粉好了 肉碎老鼠粉 小的就可以了 因为我刚刚吃了三份了 感觉分量还是很多 证明我没有骗人了 对对对 老鼠粉呢 来先看鸡饭 一大份饭 然后加上这个鸡 这个六块的烧鸡饭的分量 然后一个鸡饭 然后一盘小的这个辣椒碟 我觉得这一份鸡饭味道一般 嗯 分量可以不错 然后我再尝一下这个饭 饭有点生 感觉是那种过夜的饭 老鼠粉我要的是干的 然后这边的肉碎也超级的多 这个料很给力哦 我看它放了几大勺 因为之前也是在东马吃过老鼠粉嘛 觉得非常的不错哦 很好吃很喜欢吃这个老鼠粉的口感 但是它这个老鼠粉的跟我之前吃的又不一样 它是米粉 之前老鼠粉的话像老鼠的尾巴一样 短短的圆圆的QQ弹弹的 那这个的话它可能更注重在它的口感上面吧 我先尝一尝 够弹牙够香 很滑 啪 软 糯 粉是好吃的 唯一就是它这个形状没有做成老鼠的 酱油 酱油 你看看都看得到一点辣椒都没有啊 香鲜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啊 把虾就逛到这里吃也吃到这里